吉尔加美什史诗,吉尔加美什史诗,古代两河流域南部文学作品,起源于苏美尔时代,至巴比伦时代编定成书。史诗描述乌鲁克城帮首领吉尔加美什最初诗报证,激怒了神而饱受磨难。在经过飘荡归来之后,终成为洗尽前军的锦士之君。 史诗歌颂了吉尔加美什与诸神所创造的恩器都结下的友谊,即不为邪恶,战胜妖怪红巴巴的勇敢精神,以及为探求人类永生所做的努力。